哥,姐,你们来了,看,过了年了,我们家的卧肝还好多了,现在的卧肝更加的香甜了,多吃,看到吗? 哥哥姐姐,如果你们喜欢吃啊,给我这里留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咱这里啊,都是长地哦 大爷大爷,你家的土豆真厉害,都上书了啊 这哪是土豆小伙子,这是我们家的迎新果,这个迎新果熟了以后啊,非常好吃 哎呦,你开给大家看一下,很甜很甜的 嗯,如果说你喜欢吃啊,来我直播间 我给大家展示这款是小蜜蜂铺头啊,口感非常臭甜 含糖量能达到二十五到三十个以上 有续妖妙吗的,联系我,红信蝶亮,谢谢大家 大叔大叔,你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补成的莫肝,好不好吃啊 好吃又甜,水分又多 嗯,来这里 大叔这么好的莫肝,我也想买一点啊 要点个红心,加个肝 来,咱们将它切开 里面看一下红不红 哇,爆肢扭不开啊 看一下里面啊,这个纸是不能吃的 看一下这水分足不足 快手上的朋友们,你们好 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发现了一个巨型粿梨 像铁上烘烛的芭蕉上啊 如果说你也是第一次见,给我点颗小红心 给大家试一个大清新啊 嗯,好多水分 嗯,五块 不能再少了,就五块 大家看一下,像这样子 软糯香甜,皮薄又厚 而且盒还特别小的 你看,今天来这个羊桃的果颜了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摘下来的 我现在呢,给你们看一个啊 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这个羊桃怎么切 我看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呢,你们要把这个边边呢 我们给它去掉,尝一口,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嗯,水分很多 甜的,如果你也喜欢吃 来看我直播 朋友们,过来过来 你们看,我今天来到这个 你们看,知道这个是啥吗 这个叫西柚 哇,来过来看一下 听说这种西柚啊,是属于高档的水果 在外面卖特别的贵 如果你们喜欢吃 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来看我直播 我给你过小黄车 好吃啊,又便宜 它这种属于酸的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啊,相当的高 我们先打开一个 哇 哇 啊 你们吃过的红皮香蕉吗 看一下 哥哥姐姐啊 我要不说呀 你们肯定以为我们家的树刚开花就结果了 其实呀,这是二条的花 来,打开一个咱们现在成熟的苹果 大家看一下 汁水啊,非常的冲突 又贵又甜 又贵又甜 人生果要吃就吃这种圆果黄肉的啊 看一下 在树上多长了一个月的卧干 这种卧干的皮特别特别的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纯甜无酸的 一颗籽都没有 看见了吗 我每天最少都能吃一百多个呢 嗯 太甜了 真的是吓到我了 我听说 就这样的凤梨四家 在你们那儿 最少都得卖到二三十一斤 朋友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卧干 纯甜无酸 很好吃 但是周期很短 错过今年 就要等明年了 数量有限 快来我直播间吧 吃个樱桃啊 打上点辣椒粉啊 嗯 好脆 嗯 好甜 人家的黄瓜长得真好呀 这个可不是黄瓜 这个是你们南方没有的 羊角蜜甜瓜 甜瓜 对呀 好吃吗 好吃啊 又脆又甜 看 你看看 然后 哎呀 哈哈 这是我们六熬秘书 朋友们 我们啊 吃多少啊 就来地底挖多少 不吃的时候啊 就让它长在地底 你看看 来朋友们看 像这样的香蜜的小菠萝呀 我一天呀 能吃二百多个 嗯 太好吃了 关键是价格还不贵 十几块 能买一家香 哥姐 等一下 先别划走 来看一下 我今天给你们带了一个好东西 这个呀 就是我们甘肃民田沙漠里面种植的人参果啊 每一个呀都清甜多汁了 嗯 水分还超一足 喜欢吃的话 来我直播间 哥哥姐姐 这个呀 是我们农村呀 才会长的人参果 这个呀 就是人参果 现在给哥哥姐姐切开一个 如果哥哥姐姐 喜欢吃这种甜的 来我的直播间 吃起来呀 真的很甜 我这一刀下去啊 你们肯定觉得我是特别浪费 没有办法 看一下 这些啊都是成熟度太高 发不了货 只能当肥料 如果大家喜欢啊 看我身后 全部都是好的 几块钱就给你发一张来抱有 我有没有好啊 来过来 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菠萝 看见过没有 来我们给它砍下来看一下啊 如果你们喜欢吃菠萝 帮我点个酸鸡 加个关注啊 看一下 太漂亮了 像上子一样啊 姐 很多人都说我切猫骨干太浪费 其实每天切这么多我也心疼啊 我就是为了想让你看到 来我竹部间 像这么好的猫骨干 这么便宜的价格 各位家人们晚上好 今天通过这个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红蹄碰大剂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先选择时间 我们喷碰大剂的最佳时间 就是在葡萄硬盒 到来之前的头一个星期左右 看一下 这一个 就是咱们2021年的 纸皮多半算 看到没有 每一个都是这么好了 这款苹果口感非常的甘甜 菌果呢 半斤以上 有想了解种植的朋友 上级关注啊 碰大的来 看一下咱们家的香酥里 就看这水分 喜欢吃吗 想吃的话点个小爱心 下方小黄车就有啊 你们啊 吃了那么多洋葱 肯定没有吃过我们这种 长在地上的紫罗兰洋葱 来我给大家打开一个 哇 哇看一下 特别的漂亮 特别新鲜 喜欢吃 呀 停停停 大姐啊 这样的皮包在我们那里 还要十多块一斤了 你怎么就砍了呀 那是在你们那里啊 你是不知道 在我们这里 今年啊 产量特别的高 还没有人来收呢 来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 个个啊 都是皮子薄薄的 果肉啊 金黄 都是自然成熟的哦 嗯 特别好吃 你们要喜欢 一分 你们没有听错 但是呀 只限今天 我打开你们看看 就这样的牛奶木瓜呀 软糯香甜 特别好吃 看到了吗 你们呀 一定要带走一份尝尝啊 女孩子们吃木瓜呀 它都是抱着某种目的去的 有没有效果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从小吃到大 你们自己看 我打开一个看一下 这种木瓜真的是特别好吃 我一天都能吃100多 看到吗 关键呀 几块一天吃100多个 最近这句话听的是不是特别的耳熟 我给大家摘个咱们树上手动芒果 看一看这么大的金黄芒 你一天吃100多个给我试一下 看看皮薄肉厚和小 像这么大的芒果 你如果一天能吃100多个 那我真的特别佩服你 嗯好 姐来看看 这个是我们今年刚刚上次的新大串 像这种大串呀 炒菜特别的辣 如果你们刚好需要 看看 这个 就是我每天最少都能吃18公斤的内地菠萝 你看 又水又甜又香 你们呀 就不要再去吃那些进口的又不会又贵又不安全 如果你们想吃啊 来来来朋友们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咱们这么好的兔里斯软子十条终于熟了 你看 你就送我一个小爱心吧 然后我下方小红车 十多米给你发满满一箱 哎大哥你们家雪莲果这么多能不能便宜点卖给粉丝啊 可以啊 你说多少 三块吧 那也太贵了 如果你们喜欢吃下方小王这几块钱就给你们发一箱 还包油 这个季节你们还在吃高价的雪莲果吗 看看 这个是我们云南高山上的产地果子 这种果子在我们产地真的很便宜 下方小黄车里头 十几块 我给你发满满一箱还包油 小姐姐小姐姐 哎 你发产了呀 这么多山竹啊 发什么材呀 我们这里啊 是山竹的产店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贵啊 这么大一箱啊 他几十块快告诉我怎么买 送我个小红星下方小黄车 我还给你包油呢 你都仇死我了 不要你这种偏重 看看都数上数上了卖不出去吧 朋友们 今天呢行情真的不好 如果你们喜欢吃木瓜的话 帮忙留个小红星 下方小黄车十几块 介绍一个呀 我们的牛奶木瓜看一下 这个牛奶啊 可是真的会流奶 我打开一个咱们树上熟的木瓜 你们看一下 像这种木瓜呀 我一天呀 都能吃一百多个 根本就停不下来 果肉鲜红色 如果说你们想尝尝 下方小黄车就有 价格呀 真的很便宜 这是百分之九十人没有吃过的 一年只能吃一次 超级甜 甜到你心口深处 给个小爱心一个也是批发价 不信你点开小黄车看 来 这是我们的清理汁 撒点椒盐粉 哇 好酸 大哥大哥你家茄子央上咋长地瓜呀 这不是地瓜 这是我们天山雪莲果又脆又甜的 哇 听着名字就一定特别好吃 咱们才能买的到 十几块一大价 还有一包 来来来 看一下 我年啊 像品质这么好的木瓜 都要卖到十几块一年 今年啊 产量虽然高 价格却很便宜 嗯 又粉又糯 好人吗 你们吃了一辈子的水果 像这种掌上 树上的菠萝 你们别说吃过 天都没见过吧 嗯 六千就多吃 我一天 只能吃一百多个 这是百分之九十人没有吃过的 一年只能吃一次 超级甜 甜到你心口深处 给个小爱心一个也是批发价 不信你点开小黄车看 嗯 嗯 我们徐温的香水菠萝也太好吃了吧 好吃有啥用啊 十多块钱一个 这也太贵了吧 那是在你们那边 在我们徐温呀 尝尝这么高的菠萝没有这么贵 你看看这饼子 小饼线 好亮哦 大哥大哥你在这吃人吗 这个是博言九号蜜瓜 又醉又甜 如果你也想吃 那我直播间 非常多人啊 都好奇猴子家的后院到底种了哪一些奇特的水果 我身后这棵呢 是我两年前种植的火龙果苗 现在已经长得非常的茂盛了 每年的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呢 都是他开发结果的这个时间段 嘿朋友们 来看 今天兄弟家的这个凤鲤又大分手了啊 第一批下来的口感刚好的 嗯 酸甜酸口 如果您也喜欢吃果然善来善法的 有你点 老板 还有珍藏的火龙果吗 没有了没有了 小伙子扔我一下 嗯 老板 这道海鲜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小阳哥 树上那么多榴莲 为什么榴莲还卖那么贵 你蹲下来 再蹲下来 看一下地上的这些是什么 为什么会掉那么多果子 这些果子 有的是自然掉落的 香甜软糯的干包肉 一口完全的停不下来 你也喜欢的话 给我更免费的小爱心 来我直播间 帮我看一下 春节无事啊 皮薄和小 微香 朋友们过来 这个就是你们网年 十几块钱一斤买的巴勒 今年像我们家这样的巴勒 在树上还有五十多万斤 如果你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 如果有食欲的话 给弟弟来个小爱心 我们决定自己卖 一单呀 只赚你们一分钱 主要还给你们包摇 小伙子小伙子 怎么了 这个羊桃是你家的吗 来 我尝一口 这么清甜的羊桃 就是我们家的 像足球那么大个的水果你吃过吗 又大又甜 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么漂亮好吃的水果 种几颗在屋前屋后 很快就可以结果烫寒耐热品种 很多地方都可以种植的 小伙子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跑到地里面来砍树啊 真是气死我了 咱们农民啊 果子种的再好 没人来收 也没有用啊 每个都涂了房车霜 这么好的果子 你便宜点卖给你的老铁呗 这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茂谷干 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 哥 姐 快过来快过来 看看 听说你们在外面这种车里子啊 一颗呢 要两块 两颗呢 要四块 三颗呀 要花到九块 在温室大房种植的枣叶宝 做果率非常高 这个品种我跟红蹄打的是一样药 略微的薄了一下骨 这个小粒就不掉了 这两车葡萄三个也是足足吸了一头赏 朋友们 你们一直觉得枇杷是贵族水果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其实枇杷呀 非常的便宜 在我们产地啊 才两三块钱一斤 再个关注啊 我家就挂在下方小光车 十几块钱我们发 买买的大箱 这个就是你们踏破鞋呀 也找不到这么鲜的 我们云南冰山的紫皮色 每一个都是皮包乳籽 看看 我给大家吃一个 妈妈好酸啊 哎呀都不敢嚼 哎呀不要 朋友们 你们吃了一辈子洋葱 你们知道洋葱 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今天啊 带大家上地底 先拔一个 看一下 每一个的品质啊 都是这么的好 各大皮薄 辛辣味十足 炒肉片啊 特别的香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的话 你只需要花一顿早餐的钱 我就给你们发 满满一大箱 还帮我到家 今天啊 我就教你们 这个菠萝 应该怎么削 看一下 你们就像我这样削 左右削两刀 后面再削两刀 中间再削一刀 这样的削法呀 每次都能吃一百多个 凉物 现在这种的就惨坏了啊 但是水分特别足 大爷大爷 最近特别想吃水果 就刷视频刷到你了 你看着你们家莲物 特别新鲜 好吃吗 你尝一个嘛 来我尝一个 哇特别好吃 水分还特别多 那怎样才能购买到啊 你送我一个小爱心 像这种好的 我们家书上还有很多 点击下方小黄车 就可以了 哥哥姐姐 不要再去买弟弟家的释迦果了 来看看妹妹家的 妹妹家的释迦果呀 产地现采现摘 看看都是这么大的果 你们要爱吃啊 这个点亮小爱心 哥妹妹做朋友吧 就这个 真的一分都不正你们的 咱先拔一个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 这个 就是大山脚下 种植的紫皮蒜 看一下 这个东西啊 要看细节 各大皮包 特别的新了 炒肉片呀 特别的香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的话 你只需要花个十几块 买个箱子 我把它装的满满的 给你们发过去